不好意思大家等那麼久 我和盧瑞安代表和廖長江代表 一起和傳媒朋友見面 因為我們要檢測 要等結果 所以本來我們在北京都做了檢測 所以檢測完又檢測 無所謂 安全至上 盧瑞安代表先講一下 盧瑞安是我們副團長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辛苦了 等了很久了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港區全國人代代表 35人在今年的3月5日到11日 在北京參加了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四次會議 今天大會閉幕了 大會總共通過了十項決議和報告 裡面包括了政府工作報告 十四五規劃 和2035年願景干擾 兩個報告 和常委會報告 從全國人大組織法 修訂了全國人大議事規則 大家都很關注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 在大會堂裡面大家看到了 今天是以2895票 無票反對的 極高票通過的 全場就響起掌聲雷動 表明了在大會堂裡面 將近三千名代表 代表了十四億中國人民 包括香港的市民 是很擁護這個決定 希望香港早日又撥亂反正 可以過得上正常的生活 香港早日這個範圍穩定 一個兩制可以恆穩致遠 我們港區人大代表 亦發表了聲明 是堅決勇武和支持這個決定 回到香港之後 將會分別落區 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解讀大會的精神 常委會作出修改 《基本法》附近一和二之後 我們會全力配合政府 做好法律的配奪工作 這次大會是一個很成功的大會 代表了我們國家不斷發展 代表了我們國家在疫情之下 在全世界最好的發展 最好的地方 多謝大家 好,Martin你想再說 我也想補充一下 我在主席台見到夏寶龍副主席 他在閉幕散會的時候 握著我手和握手 表示 你看看票數 高票2895票 還有看到掌聲雷動 大家在電視鏡頭前面都看到了 他說這個都充分反映出 這是人民代表 代表人民的議員 希望我將這個信息帶回香港 另外大家可能會問 什麼時候開常委會 但是暫時是未收到通知的 但是據了解 應該很快 可能是下個星期 有港澳辦官員 還有人大上海會裡面的 法律委員會 的負責人會來香港收集 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意見 那我就補充這些資料 其他資料 大家都公佈了決定內容 所以我不再重複了 這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做法 就是那個前因後果 其實在王臣副委員長在開幕的時候 那個說明那裏 是交流得很清楚 我相信大家只參考那裏 就會了解到 為什麼我們香港 就是中央要這樣做 和香港要走到這一步 那大家都很親密有數 我們都不想重複 那看看大家是怎樣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想問一下 這次中央有這樣的修訂 看到都增加了選委會 和公民組別的美麗 其實在這個當中 我想現時的選民基礎 就是20萬 其實直選上跌了400萬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動呢 日後會否擔心 立法會其實未能夠反映民意呢 而中央這個改動 其實它是同期 是尚有愛國者治港 其實是否反映中 中央都沒有信心 全香港大部分的設立是愛國呢 中央是相信香港市民多數是愛國的 但是也有些人是反中亂港 那些人的能量都很大的 就是他們會轉去通過我們選舉的制度 會轉進去管治的架構裡面 我想指出一件事 就是民主的制度 不是只有一種的 民主的概念也不只是地區直選 就是民主了 其他事情都不算 不是的 那現在呢 你看回那個選舉委員會呢 現在它擴大了之後呢 那個面 那個涵蓋面是闊了的 那個均衡參與是大了的 代表性是強了的 還有選舉委員會有一個特點呢 就是 它好像它裡面的成員呢 它在那個對全局的觀念 對整體的觀念方面呢 比起功能界別或者地區直選的議員 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呢 功能界別或者地區直選議員 它可能只是看回界別 或者看地區方面的東西是多些 所以現在呢 中央這個設計呢 它形容為 叫做 針對香港實際情況 體現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制度 這個也是中央總結了過去 我想 回歸以來這二十多年的經驗 所以做這個決定 對 人大代表或者包括人大常委 都反映香港的情況給中央聽 過去 連香港在政制上都有很多的爭拗 其實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分別就是 香港人對於選舉的訴求和中央的距離 是有最期望的差距的 其實擔不擔心今次的 那個新的制度的落實 令到其實是有一個新的政治炸彈 埋下呢 即是現在表面上看到國安法之後 好像很平靜 其實會不會擔心這個炸彈是會埋藏 在有一天之後又再爆呢 未必真是能夠自本這樣解決問題呢 我們呢 看到呢 香港市民 大多數是希望社會穩定的 所以無論國安法出台 或者現在愛國者治港 完善選舉制度 都有很多市民都很認同 認為應該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們希望 不要再出現亂局了 不要再有黑暴從來了 我們希望香港可以保持長期的繁榮穩定 如果立法會是一個亂局的話 很多事情做不到 政府被癱瘓 很多我們社會的矛盾 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 如果完善了選舉機制之後 我們大家可以集中精力 可以解決 現在存在著深層次的矛盾 和一些社會問題 可以集中精力去解決 經濟得以發展 市民才得益 我們希望 這個慢慢成為我們社會共識 我們亦都看過 2014年人大常委會 就著香港的民主進程做了個決定 但到頭來得到甚麼結果呢 到頭來得到79天的佔中 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交通瘫糊 最後甚麼都得不到 甚麼都做不成 我想這個經驗教訓 大家都要記取 剛剛提到這個經驗 就是因為中央當局的決定 與香港市民議員有落差 造成了一個佔中的復現 擔心你接下來會埋下 這個新的政治炸彈呢 當在2014年的時候 這個是中央因應香港人 特區政府提出來的 去處理這個進展的問題 尚且是這樣 都解決不了的 不過你說埋甚麼炸彈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社會 大家經過黑暴事件之後 大家都變得要想一想 我們需要一個甚麼的社會 需要甚麼的立法會 這個才是對我們整體社會有利的 對市民大眾是得益的 我想有些事情 社會是在變化的 OK 好嗎 謝謝你 好嗎 你好嗎 我是不是有料理的 做事 好嗎